他爹啊,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? 放心吧,咱们走到云州地界了,总会找到弃身之所的。 老汉安慰着老伴,掩去了眼底的雾霾,同时心里希望尽快找到水源。 越往西,情况就越好些,野菜也能挖到些,只要有水,配上野菜,和他们剩下的一点粮食,总是能坚持的。 李苏氏点头,他哪里不知道是老伴在安慰自己呀,他只是想要老伴来坚定自己的信念,否则,这一路真的很难熬。 吃着菜饼的古兰,将对面一家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。 扫了眼对面的一家人,古兰快速解决掉野菜饼,从包裹中重新拿出了一块野菜饼,让儿子在树下坐好,示意大黑看着,抬脚向对面走去。 古兰这边一动,对面的人也看了过来,几个壮年汉子迅速起身,戒备地看着停下脚步的古兰。 眼前的年轻人很瘦,虽然脸上屈黑,但也能看出是个秀气的男人。 最主要的是,眼睛很亮,没有他们这一路上看到的死气沉沉,麻木和迷茫。 这位兄弟留步,有事吗? 这位大哥好,在下姓古,也没什么事儿,就是刚才你们的对话不小心听到了,我也是有孩子的人,看到你家孩子哭闹啊,有点不忍心。 呢,这块饼子给孩子吃吧。 是古兄弟啊,本人姓李,不过真的不用了,谢谢兄弟的好意。 古兰一愣,没想到会被拒绝。 单看到对面几人眼中的防备,很快便想明白其中的原因。 也是,尚赶着送的东西换成他,恐怕也不敢要。 几位大哥误会了,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,其实我是听到你们的话,有事情想请教大哥们,真的没有恶意。 请教事情? 古兄弟说笑了,我们都是粗野乡民,见识短,能有什么事情让兄弟请教? 这家子戒心也真是重啊,话语间都是让自己走人,可这家人虽戒心重,说话却也婉转,古兰真不想放弃。 哎呀,其实我是想知道,按现在的方向走下去,最终会到哪里,会经过哪些地方? 小子见识浅薄,几乎没出过家门。 对于这边的地界,算得上是一无所知,对未来很是迷茫。 刚才无意间听到了大伯大娘的话,这才厚着脸皮过来,想要打听一二。 还有,这饼子是谢礼,大哥们放心,绝对没有问题。